哈囉 大家好 今天這個影片是延續上個影片的話 想跟大家講說 怎麼樣從現在這個代辦事項和專案規劃的頁面 變成這個頁面 就是可以讓你的專案 你的視覺化變得更清楚更明瞭 好 那接下來這個影片的話呢 就是會一步一步帶大家怎麼樣去操作這個改變 好 首先的話 先從這個完成的版本 帶大家一步一步去看 一剛開始的話呢 可以看到說這個專案啊 我把它放到最上面 同時呢 我用了這種比較視覺化的方法呢 去呈現我每一個想完成的專案 那這個為什麼要這麼做咧 這主要的原因是說 是採用像VisionBoard這個概念一樣 那什麼是VisionBoard呢 就是把你今年想完成的事情 或者是你這一季這個月想完成的事情 用比較圖像化的方法去寫出來 那你可以把它貼在牆壁上 會貼在板子上面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可以時時刻刻提醒你自己想要做什麼事情 第二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把這個概念用到這個project 這個專案上面之後呢 第二部分就是說 我的代辦清單必須更清楚地去寫出來 那你看到今天看10本書這個時候 它的代辦清單就是看原始習慣 那每週運動的話 我就可以是說一個運動30分鐘在特定的時間點 然後跟荷蘭文啊 然後我可以寫荷蘭文作業等等之類的概念 那我這邊底下的部分代辦清單設計的概念的部分 是左邊呢就是代辦清單的一個清單 那就是說我可以很清楚知道這代辦清單是什麼 那我列出來代辦清單之後 我可以用拖拉的方式把代辦清單的這個項目 顯現出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面 就像剛剛說展示的 那第二部分的話呢就是說 我可以用最新的database的功能 把同樣的不同的一些東西全部集合在 用這個很劣勢的方法去呈現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地讓我的代辦事項變得出說 我可以顯現出只有今日清單啊 明日代辦清單啊 還有下一週的代辦 還有一些我尚未計畫的東西 那就變得很清楚 舉例來說 你看今天是3月26號 我今次清單就會實顯出這個 Task2 4的這個東西 因為我這邊就是我第四個Task 那明日就會顯示出這個 寫荷蘭文作業的部分 還有Task2的部分 因為這一天有兩個東西 那再來一週代辦的話 就會把我後面的東西都寫出來 好 以上的話呢就是 觀察一下我們想要完成的一個範例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進一步的去做設計了 首先從我們舊的那個Template開始 那我們去DK開始我們要去弄這個專案 那應該是我們因為我們要視覺化嘛 所以專案視覺化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要選擇這個Gallery的部分 選完之後你就會看到說 誒我現在的專案它變成是這樣子 像這裡面顯示出它的內容 跟學習五道菜也顯示出 因為它內容是空白的 所以是空白的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把它改變成 就是有Vision Board的概念呢 這邊就可以點這個三個小黑點 點完之後呢 你可以選這個Layout Layout部分的話 你把這個Card Preview的一端 改成Page Cover 那改Page Cover之後呢 它這邊所顯示出來 就變成是Cage Cover所呈現的 那我這邊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說 我可以點這個Cover 它就是 假設我現在是隨便亂點一個 那你看我現在隨便自動產生出來 就會跑出來在這 那我就可以針對這每一個不同的專案 去找相對應的圖片 舉例來說 像這個五道菜的話呢 是跟烹飪有關的嘛 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這邊選出 我要關於烹飪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選一個 類似一個圖形 像我 呃 選擇的 假設我選擇是這個 就可以選擇出來 這樣子 這邊就會跑出一個 五道菜一個烹飪的圖案了 那書本也一樣啊 書本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在這邊也是把它 接著點Add Cover 然後呢 我可以在這邊選擇說 我要一個 呃 跟書相關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選擇出 這個圖形之後 那這邊就會顯示出 書的一個視覺化 再來第二部分的話呢 就是相信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在我本來的那個頁面的話呢 它這邊還會有顯示出一些特性說 欸我這個東西是重要程度啊 時間程 時間的管理啊 以及 有哪些 呃 代辦事項是跟這個有關的 那我怎麼做到的咧 首先第一部分是你點開這個的頁面 我必須去增加說 呃 我這邊要增加時間的部分 然後 我選擇時間 時間之後 我選完之後 我這邊 選一個這個End Date 然後呢 那我就可以 假設我就是從今天開始 執行一個禮拜 那它這樣就會顯現出來 然後我可以選擇這邊把它 呃 選擇不同的一個 像超重要啊 普通啊 然後 呃 等等之類的 我把它選擇出來 那有這些概念之後呢 我就可以在這邊點 Property 然後 點Property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又說 欸我要不要把它顯現出來 如果我點這個眼睛的部分 它就會移到上面顯現出 它也要顯現出來 那你看 我剛剛的這些相關的這個 美麗代辦清單 就會顯現出來了 再來我可以把急迫星也顯現出來 再來呢 我可以把時間也顯現出來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你的專案的一個概念 變得非常清楚 好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簡單做個對比 這個是現在狀況 這個是之後我們想達到的狀況 那現在主要幾個差異就是 呃 我只要增加多幾個Task 然後跟多幾個項目而已 所以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你想要增加多幾個項目 像這個美洲運動三次的部分的話呢 你只要在這邊點一個New 然後呢 你打美洲運動三次 然後呢 一樣跟剛剛一樣的有成在很快速的做一遍 就是你只要在這邊加上一些運動的項目 就可以達成這個效果 那我這邊就不做很詳細的去做一個變動了 那第二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呃 我希望把代辦清單這邊變得更清楚 那我們簡單比對一下 第二部分的話就是我們會有區塊1跟區塊2的部分 那區塊1的話呢 是我們清單的部分 區塊2的部分的話 則是我們形勢力啊 今日清單啊 明日代辦事項等等 所以呢 我們現在會需要有兩個清單 第一個清單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想要這個清單 第二個清單 是我們想要 calendar 還有今日代辦事項 明日代辦事項 一周代辦事項等等 那當然我們可以用這個條列式 可是它這樣子是不清楚的 我們希望做到像優化的版本一樣 就是清單在這邊 我們可以用拖拉的方式直接到形勢力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的區塊1的部分的話呢 我必須去把它增加一個list的條列式 同時呢 我把我這些東西 calendar跟table 我等一下會把它刪除 那這是我區塊1的部分 我區塊2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要去link這個每日代辦清單 所以我這邊就要點這個斜線 然後呢 link view of database這邊 我必須去做每日代辦清單 那你看喔 我這兩個清單 我就可以相當於是 複製出一個這樣子的清單出來了 就是這兩個變成是link的概念 那link完之後呢 它會問我說我想要哪個view 那我當然我希望先從形式裡開始嘛 所以這樣子就完成了我第二個區塊 那你看可是我這樣子 我這個地方是沒辦法直接用拖拉把它變成兩個區塊 所以我能做的呢 就是像我在這邊所顯示出的 我用區塊1區塊2 在這邊就是一個block的地方呢 我用打字的方法 假設我這邊打區塊1 然後呢 我再打一個區塊2 然後 區塊2的地方呢 我滑到這邊這個六個小黑點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block 然後我移到旁邊 這個block就會出現 你看他們講就會排列出來了 然後我要把我想要完成的這個形式裡 拉到區塊2的這個地方 沒有拉好 我要把我它這個區塊2的地方 好 拉完之後它就這樣子了 那我要把我第一個區塊 拉到區塊1的地方 那因為第一個部分 我只要清單這個概念嘛 所以呢 我其實不需要calendar的地方 我這邊就可以把它刪除 然後我table也可以把它刪除 同時呢 因為我這邊想要做簡單的拖拉而已 所以我這邊其實不需要太多支援 我可以用這個 這樣子去讓它這個支援被壓縮 我形勢力的部分會變得更清楚 那你看到我現在這個看子師傅 學牛肉麵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把它改變時間 可以輕鬆這樣子做拖拉 假設我這邊新增一個 text1 然後假設我這邊新增了一些task text1、2等等之類的 那我這邊只要做拖拉 它就可以顯示出來了 所以這是第二部分的概念 再來的話你看 呃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它現在的概念其實已經跟 這個優化的版本非常類似了 我有這個形勢力了 那我這個區塊1也有了 那我下一步要做的話呢 我可以在這邊再把它弄得清楚一點 是說 我可以在這邊加幾個 把這些property也把它顯示出來 那一樣的概念是點這個小黑點 然後property的部分 你把它顯示出來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因為 這樣子再給它稍微多一點點的空間 那它這個困難跟時間就會顯示出來了 這邊就大致完成了 第二部分就是你看 我這邊會有今日清單 明日代辦清單 一週代辦事項 這也就是我們在上上個影片所提到的一個 新database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這邊可以按這個新的data視角 然後呢 呃 因為我還是用每日代辦清單嘛 那我可以用每日代辦清單的什麼呢 我可以用它的list的這個概念 然後我只要在這邊做一個filter 我可以用執行時間去filter 也就是說執行時間是 呃 今天 那你看喔 我如果點filter之後 它是不會直接顯示出來的 這也是notion直接新的一個功能 它直接顯示出來的東西會是比較簡單的一些可能性 像是這個有沒有被刪除啊 是不是空的啊 那 第一個概念就是說 呃 我如果想要知道說選出今日清單的話 那我可以 我必須怎麼做咧 我必須在這個filter的這個小黑點點一下 然後點這個advanced filter 然後呢 執行時間我把它選成是today 那你看喔 今天的這個test 就是task2 就是今天的text就會顯示出來 所以我就可以再把這邊寫一個 重新命名 把它變成是今日代辦事項 那這個就會顯示出來 那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就非常快啦 那我這邊只要再點一個 我就選duperty 複製 複製完之後 我把它變成是明日代辦事項 好 那複製完明日代辦事項之後呢 其實我們要做的呢 就一樣 我們要點filter 然後選擇advanced 然後你把這個執行時間改成tomorrow 就好了 那接下來第三部分的話呢 是我們要有一周代辦事項 那一周代辦事項的概念也一樣 那很清楚 只是這邊的話呢 條件有稍微不同的地方是 我們會希望它是在 before one week from now 也就是說 它希望在一周之後以前的時間 同時呢 它必須在今天以後 那就會是一周代辦事項的概念 那我這邊就是很快速的一樣在這邊選複製 然後我把它改成一周代辦事項 然後我必須在就是像剛剛你們所提到的 把這個filter呢用執行時間 然後用advanced的概念去做操作 那我希望它是 這邊選擇before 然後是選擇one week from now 就是說一周以前 然後同時我必須要一個 額外的條件 額外的條件是什麼呢 因為它這樣是說 before一周以前嘛 所以是從一周以後到之前說的東西都會涵蓋出去 那我同時必須說 你這個東西時間必須是在今天以後 那就可以確保說我這邊所選擇出來的是 這個一周的範圍內 就是task134 那你看回到calendar 你就可以看到說是一周之後會有134 這幾個條件 接下來的部分的話呢 我可以再複製 然後呢 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上位規劃的部分 上位規劃的部分的話呢 就其實它是說比較簡單 那一樣我用filter 那我直接選擇性時間 那這邊我就不用advanced了 我只要點這個is 然後我只要是選擇說 只要執行時間是空的 沒有任何規劃的 那就是我沒有規劃的東西 那你看喔 我這邊可以直接再 新增一個 duplicate一個東西 然後我把它 這個時間我把它 清除掉 然後把它寫成 task 假設x好了 那你看喔 它這個就會顯現出來 因為它是沒有任何時間規劃的 好 最後一小點就是說 現在我們完成了這個大致的一個概念之後 有一個點就是說 這邊我們其實有一個選項是說 欸這個東西完成了與否 好那我今天看喔 假設我今天完成這個東西好了 那其實它這邊還是會顯示在calendar 也還會顯示在清單上面 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是我們想要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用filter 然後完成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選擇是 只要是unchecked才能被選出來 我這邊的話呢 在calendar的部分的話呢 我也要用做相對應的 對應它就會讓這個test tool也跟著不見 這是最後一個小補充點 如果想要完全達到我們平常所使用的一個 代辦清單的軟體的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以上呢就是這個去做一個複製 像做出這個優化版本的這個簡單說明 那我沒有完全做一步一步的對照 因為有些小細節的話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 但是基本的概念的話呢 希望就是大家能了解到 然後去做執行 那同時這個優化版本的這個範例呢 我也會放在網路上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就是這樣下載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幫我點讚 然後留言 然後跟訂閱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謝謝